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看事录》中说到最差的回应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这个末期 当时世界很热 热到人们会热死人 那些人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圣经记载就说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些人并不悔改 只是泄毒神 当圣经的预言一直应验到最后 那我们将来都会看到敌基督的出现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最后的时期 虽然敌基督是有权命杀人 但是我们神也有他的权命 因为我们名字在生命杀上 魔鬼不能够将我们的名字拿走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愿意给你使用 那到时有多少基督徒对神有回应 就是说我愿意给神使用 我不怕死 求神给我智慧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督出现的时候 当他禁止全道的时候 他会禁止的 他或者会叫人去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能够随街出去传道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什么呢 就是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叫我们在我们 你所接触的人中 给你有机会去传道 这是神能够使用我们的 那我们想一下了 就是说在末世时代 有些人这么差 这么差的反应 这个是很差的反应 那圣经也有些其他很差的反应 其中一个就是很特别的 旧有个素罗 新有个素罗 你记得吗 旧有个素罗 就是一个很差的反应 素罗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好的反应 不是的 当他起初神简算的时候 他说我是谁呢 我是一个最小的族 最小的一家所生的一个人 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神竟然用我 当神简设了素罗的时候 有什么后果呢 就是素罗 他即时受圣灵感动 当他去到撒母耳 和他一群先知门徒 他上山去找那些先知的时候 撒母耳叫他去 他去到见到那群人的时候 素罗就忽然间被圣灵充满 圣经就说起寓言出来 圣经就用个字眼 就是受感说话 其实那一字是prophecy 是讲寓言 看的时候他受圣灵的感动 也可能是说谎言 说神的话语 说他的心里很火热 很兴奋 但素罗很快速 他就被世界时数吸引 有一次打仗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 阿玛利云 阿玛利云 是他们不听神的话 你不可以拿他任何财物 不可以留下任何他所有的东西 但他留起一些金银 留起一些衣服 一些牛羊 当时撒母耳来到 他就说 为什么我听到牛羊的声音呢 他就说 推唐了 那些人呢 就见到牛羊这么好 不如留下献给神吧 但神就说了 这些牛羊你不可以留的 这些金银你不可以留的 他就留起一部分 这样的时候 阿玛利云就跟他说 神就要将你的国 从你的手中拿走 因为他不听神的话 而他当时不是悔改 他如果悔改 他就说 我是做错了 我是得罪神 但他不是悔改 他只是说 那些百姓想要献给神 所以他们这样做 即是推唐了给别人 并且他是推卸责任的 而苏洛后来 其实这不是代表 他要离开神的救恩 但他后来越差了 就是神拣选了大胃 拣选大胃的时候 他一直追杀大胃 有两次大胃是有机会杀他 但他没有杀到他 他两次都很感动 他一直哭 但是他说 你是被我为异的 我是不听神的话 神就拣选你是对的 即是他会有这个知道的心 但他被这种妒忌充满他 到最后的时候 他是招鬼的 他是去接触灵界 他找一个民伟婆 结果他去打仗的时候 就打仗死 但他又不能死 他就自杀死 即是扫罗的结果 很可能他是来到地獄 是一个很悲惨的 即是经历了圣灵 而没有听神的话的一个回应 但新的扫罗就完全不同了 新的扫罗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 他捉了那些人去坐牢 去杀害 但当路上一见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向他显然 他跌在地上 眼睛就瞎了 但是 耶稣就跟他说 他说 为什么你要逼迫我呢 他说 你是谁呢 我便逼迫你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耶稣跟他说 你用脚踢刺 你试一下 走去那些很大坡的先人掌 在沙漠那些 有些刺 用脚穿鞋 你大力踢下 你厉害还是那些刺厉害 你多大力 你说 我好大力 我踢想这个私人掌 这个私人掌有多厉害 但你越大力 你越痛 他说 你越大力去供耶稣 是越无用的 当时 素罗立刻悔改 耶稣就改了名字做保罗 他又是素罗的大神 他又改了名字做保罗 他回去叫他见 这个 他现在不识记那个名字 就是安慰之子 他的名字叫安慰之子 他跟他祈祷的时候 按手他头上 他就受圣灵充满 被圣灵感动他 他就很大改变 他以后 他原原章整个人献上给神 他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兵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们活着 他整个人 是巴勒巴的 他是巴勒巴的 他是巴勒巴的 神叫他去 他就说 他是迫巴基督徒 但耶稣说 你不用怕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神拣选他 使用他的生命 神拣选他 不是在乎 这个人本身的质素 是在乎你愿不愿意回应 如果我们肯回应的时候 神就会大大使用我们 你也听过我曾经说过 这个人 他在非洲的地方 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去到非洲 在非洲看到圣灵和邪灵的工作 其中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在网上都可以找到 他就叫做 General But Naked 这个字就好像很丑怪 就是说他是脱了一条褲 But Naked 为什么呢 他就接触灵界很强 他11岁开始 他就不洗澡 还有每个月要杀一个人 他可能杀的人不止一个月一个 但他起码一定要杀一个人 将他献给他所拜的魔鬼 他很有能力 他的能力大到 就是那些人开箱打他 打他不到 他就会训练一群人 和他一起脱了三褲 他应该穿着鞋 就去打人 别人打他打不到 但他打人的时候 杀很多人很害怕他 这个是Pastor Water 他在这里说 他说有一条马尾 其实在东南亚都有很多 这些灵界的东西 他们通常用一些动物的一部分 就将它献给魔鬼 因为可能动物 都可以邪灵住在他身上 那他这边呢 他就献给魔鬼 他可能有很多时候会献祭 邪灵就会住在马尾那里 他说这条马尾一打人 他一旦就会死 或是会病 很严重 所以他一出街 那些人就很害怕他 这个人 实际是不可能可以信耶稣的 但神就使用一个牧师 因为牧师在祈祷的时候 神啊你求你 杀死这个主席 因为他呢 杀害很多人 他迫害很多人 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 有一个他的女教友 在这里 神是要用他的 神要大大使用他的 那那个牧师说 你给邪灵充满 这个人是给魔鬼用的 你当然给邪灵充满 就和他讲鬼 他讲完之后 他又是这样讲语言 于是他赶紧了这个女人 然后第二天 这个牧师祈祷的时候 到他自己说 这个人是神简缩的器皿 神要用这个人 他知道的时候没有办法 神要去找他 他很害怕